做人要缺缺不倦 去学习先有真材实学 学会推陈出身 考试就会明列前茅 做生意就会门停药市 不读书就会停而走险 搞到要破釜沉舟 我们要义无反顾读好些书 将来就可以负危险 主要有朋友遇到困难 热心的人都会 念恩都会义无反顾地出手帮助 想都不想 见到人有困难立刻帮助 叫做义无反顾 小女孩差点预历 就是浸亲 幸好那个怎么跳进水 他不想都不想 就义无反顾 顾是望回头 义无反顾地跳进水 救他出来 挺而走 要挺就是金字边的 要加上一个挺字帮不住 夸夸而已 挺而走险 无路可走 采取的冒险行为 小偷的行为 解辩书 如果我不是走投无路 就是没有方法选择的话 我又怎么会停而走险去偷东西呢 好了 他为了还清这个欠债 警 挺而走险去偷运毒品 因为他无路可选嘛 所以挺而走险去偷运毒品 偷运毒品被人捕了的话 要坐牢的 所以说是德不尝身 明列前茅 考试排名次是头几名 明列前茅 名字 在茅的前面最尖最厉害嘛 对不对 加以学习认真 每次考试都明列前茅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姐姐能够在这次比赛中 是明列前茅 全靠她平日黑虎连杂 推陈出身 推陈就是说 去掉旧的事物 无用的部分 就是吸取精华好的东西 就是说找一些新的方法 比如一间公司 不断什么 不要旧东西 找一些新东西出来 就是推陈出身 研究出很多受欢迎的新产品 近日流行韩国食品 连香港街头的小店 也都纷纷推陈出身 不要旧的东西 把新的东西给人买 为地道小物 是添上韩式的口味 好了 到负危济困 负危 是辅助一些危难的人 制困就是救济困苦的人 这次进入了 海企一家人是有爱心的 经常参加一些公正活动 帮人 帮些什么人 就是负危制困 这个企业家 就是做生意的人 企业家 每年捐出大量的物资 捐给人 捐东西 都是做这个 负危制困 所以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 破虎沉舟 破打烂 虎 沉舟 好了 这是什么 虎是什么 虎就是饭锅 打烂了它 或者是把船只 整沉它 为什么 饭锅都没饭了 烂了 没东西吃 你一天做 一天就饿死 船沉了 拼命游 不游就没得上船了 不留退路 不留退路 就是说 只可以打赢 不可以打输 一定要全身一次过 突破目标 否则就会死的 OK 例句 虽然这些困难重重 但只要我们拿出 破虎沉舟的勇气 是必胜的把握 破虎沉舟一定要赢的 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好了 这次就说了 只要我们有 什么决心 就是破虎沉舟的决心 就有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必胜的决心 破虎沉舟 就是必胜的 一定会赢的 那样的 门庭 大门前庭 像市场一样 约市 就是市场 就是门庭的市场 可能附近有很多人 走来走去 非常热闹 就叫门庭约市 好了 路口是一家新开张的蛋糕店 他有这个面食 免费 食食活动 所以怎样 那些人免费食 走去看 因此 门庭约市 热闹得狠 因为热闹得狠 这个四个字 好像很多人这样解释 所以就是门庭约市 冷冷清清 就不会门庭约市 行不行 过去 这个商场曾经什么呢 不过 附近有一栋新的商场 开业之后 这里被冷冷清清 曾经 以前的事 曾经门庭约市 与现在的冷冷清清 做个对比 行不行 所以我弹字 行不行 真财实学 真正的才能和学识 真财实学 科学生 不单于具备有个 真财实学 而且重要点 有良好的粗行 才叫品学兼优 做一个 只有脚踏实地的学习 才能够拥有 真财实学 并能够拥有一番的成就 感谢观看